臭老首先听到的是姑娘们的吠叫,他们一路狂吠着往蓝里赶,接着是踏在石板上的马蹄声,这让臭老立刻惊奇,身上的锁链叮当作响。 由于脚料不满一尺,他只能以小碎步前进,这样子走不快,但他尽最大的努力从小床上跳下来,连蹦带跳的上前去迎接。 拉姆斯伯顿老爷回来了,他的臭老得去服侍。 阴冷的秋日天空下,猎手们鱼冠奔入大门,骨头本当先,姑娘们在他周围咆哮吠叫,接下来是包皮人酸埃林和挥舞着油亮长鞭子的舞蹈师达蒙。 大小蛙的骑着Dustin夫人送的灰色小马,老爷自己骑着鞋子,一匹脾气能与老爷本人相提并论的红色公马。 老爷正在纵声尝笑,这可能是件大好事,也可能是大坏事,臭老为此坠坠不安。 母狗们被他的气味所吸引,直冲他奔来。 这群猎狗喜欢上了他,他和这群猎狗们一起睡,有时候骨头本还让他分享猎狗们的晚餐。 此刻,母狗们叫嚣着冲过石板地,绕着他转圈,争相跳跃起来,去舔他那无悔不堪的脸,或者咬他的腿。 梅森特摇紧了他的左手使劲地摇晃,那力道之猛,臭老不由地担心自己会再失去两根手指。 红尖尼将他当胸撞翻在地,这母狗经受干练肌肉结实,臭老却肌肉松弛,白发灰色皮肤骨质疏松,饿得半死不活。 等他将红尖尼推开,挣扎着跪下的时候,骑手们已经纷纷下马,二十来人骑马出去,现今缘分不动地回来,这只能意味着搜索失败了。 看来没好事,拉姆斯老爷讨厌失败,他会伤害别人来泄愤。 不过近些日子,老爷收敛多了,荒种屯毕竟驻扎着老爷要拉拢的各路盟军。 拉姆斯老爷不能捂曼达斯汀家,莱斯维尔家和自家麾下的小领主们,他在他们面前总是彬彬有礼笑脸相迎,但关起门来, 态度就完全不同了。 为符合霍物的伯爵和恐怖宝继承人的身份, 拉姆斯伯顿精心打扮了一番, 他的斗篷乃是用几张上好的狼皮缝成, 足以抵挡秋天的寒风。 右肩处用一支露出了黄色历齿的狼头搭扣扣紧, 他腰间一边挂了把弯刀, 那刀像屠刀一样又厚又沉。 另一边挂了一把长匕首和一把弯曲的包皮小刀, 小刀尖端是个钩,极其锋利。 这三把刀都有黄色的骨质刀柄。 臭狼! 老爷坐在写着高高的马鞍上叫道, 你也太臭了吧! 我在院子对面都能闻到你的味道。 我臭,我臭老爷,臭老必须这么回答, 请您原谅,我给你带了件礼物。 拉姆斯扭伸,伸手从马鞍后面抓了一样东西, 抛了过来。 接着! 戴着脚镣,手铐,又缺了手指的臭老, 比那个不知道自己名字的男孩笨拙得多。 那颗头打中了他残缺的手掌, 从他手指的断桩上弹开, 落在他脚上, 洒出了一堆蛆。 那颗头截满了血块, 面容机不可变。 我叫你接着! 拉姆斯喝道, 给我捡起来! 臭老试图抓住一只耳朵, 提起那颗头, 但他又失败了, 头上的肌肤已腐烂变绿, 那耳朵就在他指尖断裂了。 小蛙的健壮哈哈大笑, 很快所有的人都跟着哄堂大笑起来。 哼! 算了,算了, 拉姆斯说, 来照亮鞋子吧, 我把这杂种骑得太狠了。 是,老爷, 我就来。 臭老连忙凑到马旁边, 把那颗烂头留给了狗们。 你今天闻起来像猪粪, 臭老, 拉姆斯说, 对他来说, 算是改观了。 哈哈哈哈哈哈。 舞蹈师达姆一边卷鞭子一边笑, 小蛙的从马背上下来了。 别忘了我的马, 臭老, 啊, 还有我小堂弟的马。 我的马我自己管。 小蛙的成了拉姆斯老爷最宠爱的好小子, 他们一天比一天亲近, 但小个子弗雷的想法不一样, 他鲜少参与堂哥的残酷玩笑。 臭老没有理会这两名书, 侍从的争吵, 静字牵着鞋子去马厩。 一路上, 公马都想踢他, 逼得他躲闪着前进。 猎手们大步走向大厅, 除了骨头本, 他正在呵斥, 争抢那颗烂头的母狗们。 大蛙的牵着自己的座继, 随着他进了马厩。 解开鞋子的马嚼子的时候, 臭老瞥了他一眼。 那是谁呀? 他轻声问, 以免叫其他的马夫听见。 谁也不是。 大蛙的为自己的灰马卸下马鞍。 不过是路上遇到的老头, 赶着一只很老的母山羊和四只小羊。 老爷为了山羊杀他。 老头称他为雪诺大人。 不过那些羊却是美味, 我们喝了老羊的奶, 烤了小羊。 雪诺大人。 嗯, 臭老点了点头, 他用力解开鞋子的鞍带, 锁链噔噔噔噔作响。 绝不能在拉姆斯老爷上火的时候惹他。 当然, 他无聊的时候则更要躲得远远的。 找着? 你们家亲戚了吗? 大人。 没找着, 我从来不认为能找着。 他们都死了。 威曼大人把他们都杀了。 我要是他就这么干。 臭老什么都没说, 祸从口出。 即便他在马厩, 老爷在大厅也不行。 说错一个字, 就会付出一根脚趾, 甚至一根手指的代价。 好歹我能保住舌头。 老爷不会割我的舌头的。 他要听我凄厉的惨叫, 听我苦苦哀求他放过我。 他喜欢我的爱告声。 搜索队一共出去了16天, 其间只能吃随身携带的硬面包和咸牛肉, 外加偶尔抢到的小山羊。 所以当晚, 拉姆斯老爷下令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 以庆祝自己返回荒种屯。 这里的主人是花白头发的独臂小领主哈尔德士陶。 士陶铸藏的食物已经几乎被恐怖饱的人吃光了, 但是他没脾气, 拒绝拉姆斯老爷。 士陶家的仆人被地里怨言振振, 怪罪私生子及其随从, 消耗了大伙的冬季储备。 据说呀, 他很快就会跟挨的大人的小女儿上床了。 士陶家的女厨子的抱怨, 无意中被臭老听见了。 但是, 等到大雪降下来, 被干的却是我们, 走着瞧吧。 无论心里怎么想, 拉姆斯老爷命令要举办宴会, 他们就只得照办, 于是割把桌被搬到士陶的大厅里, 厨房宰了一头牛, 日落之后, 空手而归的猎手们想用了烤牛肉, 烤牛排, 大麦面包和胡萝卜豌豆浓汤, 并用供应量惊人的麦酒冲下肚去。 小娃的负责为拉姆斯老爷针酒, 大娃的服饰高台上的其他人, 臭老被拴在门边, 以免其臭味影响客人们的食欲。 等所有人吃完了, 他才有得吃, 如果拉姆斯老爷愿意赏他一点残羹剩饭的话。 倒是狗们可以在大厅中自由来往, 为晚宴提供了最好的娱乐。 摩迪和挥尖尼为抢夺短尾而扔出的一根特别鲜美多汁的骨头, 合力揍了史涛大人的一只猎狗。 整个大厅里唯一一个不关心三狗大战的人是臭老, 他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拉姆斯波顿身上。 直到主人家的狗被活活咬死, 打斗才搞结束, 那可怜的老猎狗根本没有半分胜算, 他不仅以一敌二, 而且拉姆斯的母狗比他更年轻更强壮也更野蛮。 骨头本比老爷本人更喜欢这些狗, 他曾经对臭老透露, 这些狗的名字都是照着老爷当年还是私生子的时候, 跟着第一个臭老去追猎强暴和杀害的农家女起的。 至少啊, 是那些让他好好运动了一番的妞, 至于那些哭叫求饶, 不肯撒腿逃跑的孬种, 才没有机会变成母狗附生呢。 恐不保受射养的下一条小狗将被命名为凯拉, 臭老对此并不怀疑。 他训练狗去杀狼, 骨头本得意洋洋地宣称, 臭老听了什么也没说, 他知道姑娘们要杀的是什么狼, 多嘴的话, 难保脚趾头不会被切下来丢给姑娘们争抢。 两名仆人拖走了狗尸, 一位老妇人拿来拖把, 耙子和水桶以清理染血的草席。 大厅的门忽然开了, 风吹了进来, 十来个穿灰锁甲和铁半盔的武士踏步而入, 粗暴地推开, 是桃家那些穿着皮甲和金鹤双色披风, 面如菜色的年轻手卫。 席间, 众人顿时安静了下来, 除了拉姆斯老爷, 他一把丢开正在啃的肉骨头, 用衣袖擦擦嘴, 湿润的嘴唇, 折出了一个油腻的微笑。 父亲! 恐怖宝公爵冷冷地依次扫视着赋燕宾客, 死狗墙上挂的皮, 最后看到了被铁链脚镣拴住的臭牢。 出去, 他用耳语般清晰的声音命令众人。 现在就走统统出去。 拉姆斯老爷的人立刻丢下碗和盘子, 从桌边退开, 骨头本朝姑娘们吆喝了几声, 他们也都乖乖地跟着逃离, 有几条狗嘴里还依依不舍地叼着骨头。 还不得是桃生硬地鞠了个躬, 一句话没说就让出了自家大厅。 解开臭老的链子, 把他牵走! 拉姆斯老爷朝孙埃里咆哮着, 然后他父亲挥了回一只苍白的手, 说, 不, 把他留下。 很快, 连鲁斯公爵的贴身护卫也全都退走了, 并把门紧紧关闭起来。 关门声散尽之后, 臭老发现自己在偌大的厅堂内独自面对波顿夫子。 你没有找到失踪的弗雷。 罗斯伯顿的口气不是发问, 而是陈述。 我们起码一路返回到 蛮鱼大人声称彼此分手的地方, 但是娘们们闻不到踪迹, 你问过村子里和庄园里的人。 那是浪费时间, 你帮着蠢笼你, 正是睁眼下。 拉姆斯耸耸肩,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世上又不缺这几个弗雷, 需要的话, 问鲁和城再要几个便是了。 波顿公爵从一大块面包上撕下一小块放进嘴里。 霍斯顿和伊尼斯大为不满, 想找的话, 让他们自己去找啊。 威曼大人为此很自责, 他说他尤为欣赏雷家的态度。 拉姆斯老爷开始按捺不住火气了, 从老爷那对扭曲的肥厚嘴唇和青筋暴秃的脖子上, 臭老可以看得出来。 那几个傻瓜, 就该老老实实的跟曼德勒一起行动。 霍斯伯顿耸了耸肩, 威曼大人的轿子, 曼得像蜗牛。 而且, 当然了, 大人的体重和健康状况, 也不允许他一天多旅行几个小时, 中途还要停下来, 大吃特吃。 弗雷家的人急不可待地想早日赶到荒种屯, 与亲属会合。 你怎么能够责怪他们先行动身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信任瞒得了吗? 哼, 他父亲淡色的眼珠闪了一闪。 我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了吗? 不管怎么说, 大人他可是伤心得很啊。 他没伤心到吃不下饭。 肥猪大人像是把白岗一半的食物都买来随行享用了。 整整整四十辆马车的食物, 一桶桶的葡萄酒和甜酒, 一桶桶新鲜捕获的七塞蛮, 一群山羊, 一百头猪, 一箱箱的螃蟹, 牡蛎, 一条巨大的鱼。 威蛮大人喜欢美食, 这点你应该注意到了。 我注意到的是, 他没带人质过来, 这点我也注意到了。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 很棘手。 卢斯公爵找到了一只空杯子, 用桌布擦了擦, 然后从酒壶里倒酒。 看样子, 曼德勒不是唯一热衷于开宴会的人。 你应该召开宴会, 欢迎我归来才对。 拉姆斯抱怨着, 而且宴会应该在荒种厅举办, 不是在这个尿壶一般的小城堡里。 荒种厅和他的厨房都不归我管。 他父亲温和地说, 我只是客人。 城堡和镇子都属于Dustin伯爵夫人, 而他最受不了你。 拉姆斯脸一黑, 如果我割了他的奶子, 丢给娘们们去抢, 他还会受不了我吗? 如果我抱了他的皮来做双新靴子呢? 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发生。 这双靴子的代价过于昂贵, 会让我们失去荒种屯, Dustin家族和Laisville家族。 罗斯伯顿坐到桌子旁边, 他儿子的对面。 巴巴勒·Dustin是我第二任妻子的妹妹。 罗特里克·Laisville的女儿, 罗杰·Laisville, 罗特里克·Laisville以及跟我同名的鲁斯·Laisville都是他的叔叔。 Laisville家的其他人是他的表亲或者堂亲。 他很喜欢我过世的儿子, 并怀疑你在他的妖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不要小看巴巴勒夫人, 她是一位懂得如何埋藏悲伤的女人。 对此你应该感激不尽。 荒种屯之所以带咱们波顿家如上兵, 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她记忆恨爱德斯塔克害死了她丈夫。 竟如上兵? Lams爆跳如雷。 他吵我吐口水。 哼, 总有一天, 我要烧掉他宝贝的木头镇子, 到时候瞧他吐口水, 能不能把火浇灭? 罗斯波顿听了这话, 脸一皱, 就像是闲嘴里头卖酒的滋味不对似的。 有的时候我很怀疑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种。 波顿家拥有形形色色的仙族, 唯独没有傻瓜。 够了, 闭嘴。 我听够了。 我们目前看起来的确声势好大, 外以Lannister和弗雷为强缘, 内容几乎全体北京诸侯不情不愿地支持。 但要是艾德斯塔克的儿子突然现身,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 艾德斯塔克的儿子死光了, 臭老心想, 罗伯在鸾河城被谋杀了。 至于布兰与瑞肯, 我把他们的脑袋浸上了浇油。 他的头嗡嗡作响, 他不要再想起知道自己名字以前的事, 那些是留下的伤痛太深, 几乎跟拉姆斯的包皮小刀一样。 史塔克的小狼仔都死翘翘了。 拉姆斯边说边往杯子里倒卖酒。 他们别想回来捣乱。 那几张丑脸, 要是敢再出现, 我的娘们们会把他们的狼丝成碎片。 妈的, 他们出现得越早越好, 我正好动手再杀一次。 老波顿叹了口气, 再杀, 你的表述方式大有问题。 你没有杀过爱的公爵的儿子。 那两位大伙都衷心喜爱的甜美男孩, 乃是死在变色龙锡恩手里。 记得吗? 如果真相走漏了, 你觉得这帮不情不愿的朋友, 有几个还会留在我们这一边呢? 只有巴巴巴雷夫人, 那个你说要包她的皮来做靴子的女人, 而那僵尸双破靴子, 人皮不及牛皮坚韧, 穿起来不舒服。 根据国王的兽双破靴子, 你是波顿家族的成员了, 就该有波顿家人的样子。 你的故事传得沸沸扬扬, 浪扬, 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听到你干出来的好事。 大家怕你, 那就对了, 错, 完全不对。 没有人背后说我的闲话, 如果有人这么说, 你以为我会呆坐在这里吗? 找乐子是你的自由, 我不会刻意约束, 但你行事不能太张扬。 和谐的土地, 安静的人民, 这是我的统治之道, 也应该是你的。 你为了这个, 才肯离开Dustin伯爵夫人, 和你那肥猪老婆的陪伴, 出城跑到这儿来教训我要安静, 不只为这个。 有些消息要让你知道, 史丹尼斯大人终于从长城出发了。 这话几乎让拉姆斯兴奋地跳了起来, 他唾沫闪闪的肥厚嘴唇, 绽放出湿润的笑容。 他像恐怖宝进军了, 很遗憾。 没有。 阿尔弗弄不清这是为了什么, 他发誓已经尽了一切努力, 让对方上钩。 我不信任他, 抓个卡斯塔克来包皮, 你会发现里面是个斯塔克。 少郎主手认瑞克的大人之后, 这个论断或许就不准确了。 先不管卡斯塔克, 我得知史丹尼斯大人从铁名手中夺回了森林宝, 并将其归还给了哥罗佛江。 更糟糕的是, 那些山地士族加入了他的队伍。 有了沃尔、 诺瑞、 Leader一干人等的支持, 他实力大增。 我们实力更强啊, 眼下暂时如此, 眼下正是粉碎他的好时机, 让我进军森林宝吧, 等你完婚之后才行。 拉姆斯把杯子朝桌子上一砸, 卖酒的残渣在桌布上溅得到处都是。 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我们手上有姑娘, 有树, 官里的老爷们也凑够了, 明天就办婚事, 我会在他两腿间拨个儿子, 开包见血了, 就出发。 他不仅会祈祷你早日出发, 臭老心想, 还会祈祷你永远回不来。 你的确得在他肚子里种个儿子, 洛斯波顿说, 但不是在这里, 我决定让你们在林冬城晚婚。 拉姆斯老爷大为光火, 我已经把林冬城烧成废墟了, 也许你忘了, 我没忘, 忘了的是你。 烧毁林冬城, 屠杀城中居民的, 明明就是铁名, 是变色龙席恩干的好事。 拉姆斯怀疑地瞥了臭老爷, 是啊, 是他干的, 不过你真的要在废墟中举办婚礼。 林冬城虽然残破, 可他仍是埃里亚小姐的家, 论到要娶她, 睡她, 并伸张你的权利。 有比林冬城更合适的地方吗? 嗯? 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们要是千里迢迢的跑去达斯坦尼斯, 那就太蠢了。 应该以义带牢, 吸引他来攻打我们。 他是不会冒冒失失地进军荒种腿的, 然而林冬城是他必旧之地, 因为他新晋招揽的士族民, 绝不会甘心看着他们亲爱的哀的大人的女儿, 落入你这种人的手里。 史丹尼斯要么随他们的愿进军, 要么他们就会散伙。 作为一位小心谨慎的指挥官, 史丹尼斯在进军之前一定会集结所有的盟友, 他会召唤阿尔夫·喀什塔克去助阵。 拉姆斯舔了舔开裂的嘴唇, 也就是说, 他逃不出咱们的手心。 如果诸神保佑的话, 洛斯波顿站起身来, 你在临东城举办婚礼的消息, 我这就去通报诸位大人。 三天之内, 开拔, 届时, 我将邀请诸位大人同行。 你是北京守护, 你应该命令他们, 邀请能办到的事, 何苦用命令呢? 权力需要礼仪的包裹, 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 你要是想有朝一日成为统治者的话, 最好从现在开始学。 恐不保公爵妄想臭牢 把你的宠物解开, 我要带他走。 带他走? 去哪里啊? 他是我的, 你不能带走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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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卢斯波顿颇感有趣, 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 你给我记清楚, 野种。 至于说这个, 哦, 臭老儿, 如果你没有把他折腾到不堪驱使的地步, 他对我们就还有点利用价值。 在我后悔把你娘给干了的那天到来之前, 拿钥匙来, 打开他身上的锁链。 臭老儿看见了拉姆斯的嘴巴扭成了一团, 他看见了拉姆斯嘴唇上闪烁的唾沫星子, 他觉得老爷随时可能抄起匕首, 跳过桌子去拼命。 然而拉姆斯仗红了脸, 那双淡色的眼珠避开了他父亲更淡的眼珠, 接着他就去找钥匙了。 当他跪下来, 解开臭老手腕脚踝上的镣铐的时候, 轻声低语着。 什么都不准告诉他, 但是记下他说的每一个字, 不管那达斯汀婊子对你保证什么, 我都会把你要回来的。 你是谁? 臭老儿, 老爷, 我是您的人, 我是臭老儿, 臭老儿, 臭老儿, 绝不逃跑, 的确如此。 等我父亲带你回来, 我会再要你一根手指头。 不过我会让你自己选, 是哪一根。 泪水不争气地流下了眼珠。 为什么呀? 他哭着问, 嗓子已经哑了。 我从没请求他带我走,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忠心耿耿, 忠心不予, 我求求您不要。 老爷承担了他一耳光, 带他走。 拉姆斯告诉父亲, 他连人都不是, 这味道, 让我恶心。 他们走到外面, 月亮已经爬上了荒种腿的木质城墙, 风刮过阵外的起伏原野, 发出寂寥的回响。 哈尔德斯桃的小家宝, 修在镇子东门边, 去荒种厅不到一里路。 伯顿公爵给了臭老一匹马。 你能骑马吗? 我, 老爷, 我, 我想, 我, 我, 我能。 我顿, 扶他上马。 尽管卸去了镣铐, 臭老行动起来, 还是像个老人, 肌肤松松垮垮地搭在他的骨头上。 酸哀铃和骨头本说, 他常打摆子。 至于气味, 连牵来给他骑的那匹母马, 都受不了他的气味。 好在这是一匹温顺的马, 这马也知道去荒种屯儿的路。 骑着马进了东门之后, 波顿公爵骑着马来到他身边, 卫士们则谨慎地保持着距离。 你要我怎么称呼你啊? 他们走在荒种屯儿, 笔直宽阔的街道上。 臭老, 我是臭老, 一臭万年, 七处懊老。 臭老, 他说, 如果老爷愿意这么叫的话。 哼, 老爷, 波顿的嘴打开了一条缝, 露出了四分之一寸的牙齿, 也许这就是他的笑容。 臭老被弄糊涂了, 老爷, 我是说, 老爷, 得换成老爷, 你说的每个词都在暴露你的出身。 既然你把自己看成是蠢笨的浓义, 那就得嘴里含着一团泥似的说话, 吐词也不能太清晰, 遵命老爷好多了, 但你还是太臭。 是, 老爷, 求您原谅, 老爷, 我有什么好原谅的? 你这么臭, 是我儿子逼的, 并非出于自圆。 他的德行我再清楚不过了, 他们骑马经过了一座马厩, 又经过了一间悬挂着 麦穗图案招牌的 安装有百叶窗的旅馆, 里面传出来音乐声。 头一个臭老, 也很臭, 但不是因为没有洗澡。 说实话, 我没有见过比他更干净的人了。 他一天洗三次, 还像个女人一样, 在头发里插花。 我第二任妻子在世的时候, 有人发现那个臭老, 从我妻子的卧室里偷窃香水。 为此我亲自打了他十来遍, 连血都是臭的。 第二年他又来偷, 这回他把香水喝了下去, 差点被毒死, 不过那样做也没用, 那臭味是他与生俱来的特质, 老百姓说那是一种诅咒。 猪神让他发臭, 好让大家知道他有腐烂的灵魂。 我从前的老学士则坚称那是一种病, 尽管这孩子壮得像头小公牛。 由于没有人能够忍受他, 他只得睡在猪圈里。 直到有一天, 拉姆斯的娘来我的城堡, 要我安排个仆人管束自己的野种, 说那孩子越长越野, 不服管教。 我就把臭佬给了他, 本意是个玩笑。 谁知道拉姆斯跟那臭佬竟从此形影不离。 我没弄明白的是, 究竟是拉姆斯带坏了臭佬, 还是臭佬? 带坏了拉姆斯。 公爵大人用那双淡的出奇, 犹如一对白月亮的眼珠, 打亮着新任臭佬。 他解开镣铐的时候, 在你耳边说了些什么? 他说什么也别告诉你, 但这句话卡在猴头, 让臭佬咳嗽, 让臭佬窒息, 深呼吸, 放宽心。 我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无非是叫你监视我, 并保守他的秘密。 波顿轻轻轻笑了一下, 他倒以为自己有什么秘密。 酸艾琳, 卢顿, 包皮人, 所有这帮人, 他以为是打哪儿冒出来的, 他真觉得这些人都是他的人, 他的人。 臭佬硬合着, 这番对话超出了他的预期, 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评论。 我呢也总跟你讲过, 我是怎么把它种下的吗? 令臭佬欣慰的是, 这一点他确实知道。 是, 老爷, 你骑马出巡的时候, 偶然遇见了他的母亲, 被那女人的美貌打动了, 打动了。 波顿笑了, 他用的是这个词吗? 看不出来, 我那逆子还有当歌手的前置。 但如果你相信他唱的歌, 那就比第一个臭佬还要蠢。 事实上, 他连骑马出巡的部分都没有唱对。 我当时是沿着泪江猎狐狸, 来到了一座墨房前, 看到了一个年轻女子在西边洗衣上。 老墨房主替自己讨了一方年轻的媳妇, 许贤。 这女孩年纪还没有那墨房主的一半那么大。 她身材很高, 也很苗条, 一看就极其健康。 长长的腿, 小而坚挺的乳房, 像两颗熟透了的李子。 按照平民的标准, 她算是相当的标致了。 我第一眼看见她, 就想要的。 而这也是我的权利。 学士们会告诉你, 杰赫里斯王为了取悦她那泼辣的老婆, 已经废除了领主的出业权。 但我们北方是旧神的地盘, 遵循古老的习俗。 比如安波家就保留了出业权, 不管他们口头上承认还是不承认。 某些山地士族更是如此。 至于斯卡格斯岛上, 连新术也只看到了斯卡格斯岛上发生的 一半事情。 那墨房主的婚姻 没有得到我的首肯和认同, 他欺骗了我。 所以我把他吊死在了树上, 并在他晃悠悠的尸体下面伸张全力。 说实话, 事后我觉得那乡下牛 不值得我浪费一根绳子, 更何况狐狸也逃走了。 我最喜爱的战马还在回恐怖堡的路上崴了脚。 总体而言, 那是令人失望的一天。 一年以后, 那个乡下妞厚颜无耻地来到恐怖堡, 怀里头抱着一个酷酷啼啼的红脸怪物, 宣称那是我的种。 哼, 我本想抽他母亲挤鞭子, 再把那怪物丢进水井。 但那婴儿确实有我的眼睛。 他说他那死鬼丈夫的兄弟看见这对眼睛之后, 就把他打了个半死, 逐出了墨房。 这样做, 我很不满。 所以我把墨房还给了那女人, 并且把他小叔子的舌头割掉, 以确保那家伙不会跑到临东城去编造故事, 打扰Rica的大人。 每年我都派人给那女人送几只猪仔, 一群人小鸡, 还有一袋铜心币。 我们达成的共识, 是他永远不告诉那孩子他真正的爹是谁。 和谐的土地, 安静的人民。 这一直是我的统治原则, 精妙的原则, 老爷, 但那女人违抗了我。 你也看到了拉姆斯的德行, 是那女人造就了他, 那女人和那臭佬一起。 那女人不停地在他耳边灌输什么应得的权利。 拉姆斯本该心甘情愿地诺一辈子育民, 他以为自己有能耐统治北京吗? 他为您战斗过, 臭老冲口而出, 他很强壮, 公牛也很强壮, 狗熊也很强壮。 至于他战斗的方式, 我是见过的, 这不能全怪他。 臭老是他的老师, 第一个臭老, 而臭老对于兵器一窍不通, 我承认。 拉姆斯的确很凶猛, 但他无起见来, 就跟屠夫剁肉一样。 他无所畏惧, 拉姆斯的确认, 他应该畏惧。 心存畏惧, 才能在这个充满了谎言与背叛的世界上生存。 即便在这里, 在荒种屯, 乌鸦也依旧盘旋, 等待着, 用我们的尸体展开盛宴。 塞文家和陶哈家靠不住。 我们的胖朋友威曼大人, 口蜜复健, 至于忌眼, 安博家的人看起来头脑简单, 背地里却很会耍小聪明, 何其阴险呢? 拉姆斯应该惧怕他们所有的人。 就和我一样, 你下次见到他, 记得告诫他, 告诫他, 懂得惧怕。 光想想那场景, 臭老爷就受不了了。 老爷, 我, 如果, 我和他说这些, 他, 他会, 我明白。 哎, 哎, 波动公爵叹了口气, 他的血液有问题, 需要用水质制一制, 水质会吸走血液里的所有污染, 吸走愤怒与痛苦, 满腔怒火是没法思考的, 不过对拉姆斯来说, 我怀疑他的脏血连水质都能堵死, 他是您唯一的儿子, 暂时如此。 我有过一个儿子, 他叫Dominique, 生性安静, 多才多艺。 他在Dustin伯爵夫人身边, 做了四年的试酒, 一位古地里的Ledv伯爵干了三年试从, 他会谈树琴, 精通历史典籍, 骑马犹如疾风, 哦, 说骑马, 那孩子太喜欢马了, Dustin伯爵夫人对此最清楚不过了, 连Rick的公爵的女儿, 骑马也比不过他, 那小妮子本人可就是半匹马呀。 Ledv伯认为, Dominique将来肯定是比武场上的明星, 因为伟大的冠军, 首先得是伟大的骑手。 哦, 是的, 老爷, Dominique, 我听到过他的名字, 拉姆斯杀了他。 Usser学士说是胃病, 但我认定是毒药, 在古地, Ledv伯的儿子们的陪伴, 让Dominique念念不忘, 于是他也想要一个兄弟, 于是决定沿着泪江骑着马去找我的野种, 我禁止他这么做, 但Dominique认为自己长大成人了, 比父亲更明白事理, 结果, 现在他的尸骨和他真正的兄弟们的尸骨, 那些死掉的婴儿的尸骨, 一起长眠在恐怖宝下, 而我只剩下了拉姆斯。 告诉我亲王殿下, 如果世亲是莫大的罪孽, 做父亲的又该如何料理一个儿子? 却为另一个儿子报仇呢? 这个问题把臭老吓坏了, 他曾听包批人说, 死生子杀了狄出的哥哥, 但他从来不敢相信, 也许公爵弄错了, 青年人也是经常邀网的, 不见得就是被人谋害。 我的两个哥哥都死了, 却绝不是因为我。 大大人, 您有了一位新妇人, 可以给您添儿子。 我的野种, 会喜欢这样的状况吗? 我发现自己奇妙地喜欢了这个小飞婆, 她之前的那两位在床上一声不吭, 而她呢? 又闹, 又叫, 对此我很欣赏, 如果她用她吞馅饼的速度为我吐出儿子, 恐怖薄恐怕很快就会被小波顿们占满呢。 毫无疑问, 拉姆斯会害死所有的人的。 罢了罢了, 我不可能活到儿子们成名, 而幼主当家对任何家族都是灾难, 只不过到时候挖的会为此伤心欲绝。 臭老, 喉咙发干, 风嗖嗖地刮过街道两旁光秃秃的鱼树枝头。 老爷, 我老爷, 记得吗? 老爷, 我能问一句吗? 您想要我做什么? 我是废人一个, 甚至连人都不是。 我百无一用, 而且, 我的气味, 洗个澡, 换身衣服, 气味就好了。 洗一澡? 臭老仿佛被狠狠地揍了一拳。 我, 我宁愿不洗, 老爷, 求求您了, 我身上, 我身上有伤, 而且, 而且这些衣服是 拉姆斯老爷给的。 他, 他, 他说, 没有他的命令, 我不能脱。 你穿的是一堆破布。 波顿公爵很有耐心, 太恶心了。 他们不仅被扯得稀烂, 脏得不成样子, 还散发出血和尿的味道, 况且穿得这么薄, 你一定很冷。 我们会给你换上温暖, 柔软的羊毛衣, 或许再加一件毛皮箱边的斗篷。 你觉得这样够吗? 不。 他不能脱下拉姆斯老爷给的衣服, 不能让他们看见他。 还是说你喜欢丝绸和天鹅绒。 我记得你过去很喜欢这些东西。 不! 臭老尖叫着声明。 不, 我只要这身衣服, 这是臭老的衣服, 臭老, 臭老, 不见为好。 他的心像在打鼓, 嘴里发出惊恐的尖叫。 我不想洗澡, 求求您了, 老爷, 不要脱我的衣服。 那么, 至少你把衣服拿来让我们给你洗一洗。 不, 不, 老爷, 求求您。 他用双手环住破烂的上衣, 扶倒在马鞍上, 生怕卢斯伯顿会命令为什么即刻上前, 当街包光他的衣服。 如你所愿, 波顿淡色的眼珠在月光下显得很空洞, 似乎眼睛背后并没有灵魂。 你知道我不想伤害你。 我欠你的太多了。 你欠我? 臭老心中的一部分尖声地提醒他, 这是个陷阱, 他在玩弄你, 跟他儿子一样, 他儿子不过是他的倒影。 拉姆斯老爷一直在用希望来玩弄他。 您, 您欠我什么呀? 老爷, 整个北京, 你拿下临东城的那天晚上, 宣告了史塔克家族的垮台与灭亡。 哼, 公爵轻蔑地挥了一下苍白的手, 现在这一切不过是分赃时的吵闹。 他们短暂旅程的终点是荒种厅的木头城墙, 坐坐方塔楼上飘扬着各色荆棋, 恐不饱的包皮人棋, 塞文家的战俘棋, 陶哈家的松树棋, 曼德勒家的人鱼棋, 洛克朗伯爵的交叉钥匙棋, 安布家的锁链巨人棋, 菲林特家的石手棋, 以及霍鲁匙棋, 史塔克家的棋制是褐色与金色的微型条纹, 史拉特家的棋制是灰地的白色双顿纹, 西流地的斯格拉斯维尔以四只不同颜色的码头作为文章, 灰色、黑色、金色和棕色。 人们笑称, 莱斯维尔家的人甚至不能就文章颜色达成一致, 在所有这些旗帜上高高飘扬的, 则是一千里格之外的, 铁王座上的小鬼国王的, 雄鹿狮子气。 老末方的风车发出的声音, 伴着臭老经过城门楼来到了长满野草的庭院, 马童们跑出来照料马, 请跟我来。 波顿公爵带着臭老走向主宝, 那里飘扬的是已故达斯汀伯爵和他寡妇的旗帜。 伯爵的旗帜是交叉长斧上的尖顶王冠。 伯爵夫人则又加上了罗斯里克雷斯维尔的金色码头, 形成了四份文章。 沿着宽阔的木头阶梯走向大厅的时候, 臭老的腿不自觉地发起抖来, 逼得他边走边休息。 他抬头望向大荒种野草覆盖的山坡。 有人说那是始祖王的坟墓。 始祖王即领导先民来到威斯特罗的王。 又有人说这是某位巨人王的坟墓, 所以才这么巨大。 更有少数人宣称这不是坟种, 只是个山丘而已。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他也太孤独了, 因为周围都是狂风呼啸的平原。 大厅内有个女人站在火炉边, 用江西的余劲来温暖一双细手。 他全身黑衣, 从头照到脚踝, 没带一点金银首饰, 但气质却高贵逼人。 尽管嘴角已经有了皱纹, 眼角的皱纹更多, 但他站得笔直挺拔, 面带阴气。 他的头发半棕半灰, 在脑后绑成了一个寡妇结。 这是谁? 他问。 那小子呢? 你的野种不愿意放人? 这老头是他的, 哦! 诸神在上, 什么味道? 这家伙把屎拉在自己身上了吗? 拉姆斯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巴巴勒夫人, 请容我向您引荐铁群岛的 合法统治者格雷迪家族的席人。 不! 臭老心想, 不! 不要说出那个名字, 拉姆斯会听见的, 他会的, 他会的, 他会伤害我的。 巴巴勒夫人撅起了嘴, 我没想到他成了这副模样, 我们手上只有他, 你的野种对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哦! 我想只是包了几块皮, 几小块皮, 不碍事。 他疯了吗? 或许是的, 这有关系吗? 臭老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求求你们了, 老爷, 佛爷, 你们弄错了。 他双膝跪地, 颤抖地像冬季风暴中的一片树叶, 眼泪滚下他那饱受摧残的脸颊。 我不是他, 我不是变色龙, 变色龙死在了临东城了, 我我是臭老。 他必须记住自己的名字。 臭老, 臭老, 狼狈如跳蚤。 赛斯拉克荷兰号, 自瓦兰提斯启程七天后, 芬妮才从舱中爬到甲板上来透气, 好像害羞的林间动物结束了漫长的冬眠。 时至黄昏, 红袍森在船中央的巨大铁火盆里点起了夜火, 船员们围拢, 祈祷。 马其罗的嗓音犹如大鼓雷响, 仿佛是从他魁梧身躯的深处传出来的。 感谢您派来温暖我们的太阳, 他祈祷。 感谢您派来守护我们的群星, 指引我们横跃着冰冷黑海。 这红袍森体积庞大, 比乔拉摩尔蒙还高, 腰围更是后者的两倍。 他红袍的袖子, 褶边和领口上都有黄色火焰段子刺绣。 他的皮肤黑如沥青, 头发却白似心血, 双颊和额头上布满了黄色和橙色的火焰刺青。 他的龙头铁杖与他等高, 每当他用铁杖末端在甲板上一处, 龙口就会喷出几道绿色的火焰。 他的护卫是五名隶属于圣火之首的奴隶战士, 这些战士用古瓦兰提斯语参与涌唱。 提梁天天听这些祈祷语, 已然领会了大意。 点燃圣火, 帮助我们抵御黑暗重重, 照亮前路温暖我们的身躯, 因为长夜黑暗处处险恶, 从魔物手中拯救我们。 提梁兰·兰尼斯特虽然不耐烦, 却不敢公开表达反感。 他不信神, 但这艘船属于红神拉奥隆。 安全上路后, 乔拉摩尔蒙便除去了提梁身上的镣铐, 他可不能给别人理由把它重新铐起来。 塞斯拉·库克兰号是个五百吨级的, 大澡盆, 货舱吃水很深, 船头、船尾各有一栋楼, 中间是唯一的桅杆。 船手楼上立着个怪蛋的木质船手像, 雕像遭虫食的千疮百孔, 一副便秘的表情, 腋下还夹着一个卷轴。 提梁没见过比这更丑的船, 连船员也竟是一副丑模样。 大富翩翩的船长行事专横, 满嘴脏话, 长了一对贪婪的猪眼睛。 他西瓦斯奇吓得极烂, 却老是耍赖赌气。 船长手下有四个自由民船父和五十名船奴, 每名奴隶脸上都粗略地刻有那船首相的丑陋刺青。 他们管提梁叫没鼻子, 不管他多少次声明自己名为胡歌西山。 三名船父和多过四分之三的奴隶是光之王的狂热信徒, 至于船长的信仰, 提梁不敢确定。 船长会出席玩岛, 但其他的时间并不热心, 然而马其洛才是这艘船真正的主人, 至少在这次航行中是这样。 光之王, 请祝福您的奴仆马其洛, 指引他穿越世上的黑暗。 红袍僧洪亮地大声说着, 请保护您忠诚的奴仆奔内洛, 赐予他勇气, 赐予他智慧, 用圣火填充他的心房。 提梁注意到, 芬妮站在通向尾楼的陡峭木头楼梯上, 看着这场闹剧。 他身子很矮, 在台阶间露出的便只有眼睛。 夜火闪烁, 照着他都冒下的眼睛, 又大又白, 他的狗跟在他身边, 他常常地骑着这头灰色大猎狗进行滑稽鼻舞。 小姐, 提梁轻声呼唤着, 芬妮当然不是什么小姐, 但他的名字实在有些蠢, 提梁叫不出口, 也不想称他为妹子或者侏儒。 芬妮往后一说, 我, 我没看到你。 啊, 好好好, 我是很小。 我, 我不太。 他的狗废叫起来, 还沉溺在悲伤中啊。 如果我能帮上忙, 不要。 芬妮像来时一样迅速地消失了, 退回了甲板下与狗和猪共享的仓房。 提梁不怪的, 塞斯拉科荷兰号的船员见到他相当高兴, 毕竟诸如象征着好运。 他的脑袋被众人大力地摸来摸去, 没成了秃子, 简直就是奇迹。 芬妮不一样, 他也是诸如, 没错, 但他同时还是个女的, 而女人在船上不受欢迎。 有一个人摸他脑袋, 就有三个人, 在背后咒骂。 哎, 我的出现更是伤口上撒盐。 为了我, 别人砍了他哥哥的头, 现在我像个该死的石像鬼一样走来走去, 嘴里敷衍着一些空洞的安慰。 如果我是他, 肯定日夜盘算着, 怎么把仇人推下海去。 提梁对那女孩充满了同情, 他和他哥哥不该在瓦兰提斯遭受如此厄运。 出海前, 芬妮哭红了眼睛, 一双眼睛犹如两个幽灵般的红洞, 嵌在苍白病态的脸上。 开船以后, 他把自己跟一条狗一头猪一起锁在舱房里。 晚上, 人们总能听见他的哭泣声。 昨天, 有位船夫说, 要赶在他的眼泪把船弄沉之前, 把他丢下海去。 提梁不太确定, 这是不是在开玩笑。 晚岛结束后, 船员们又各干各的去了, 有人负责守望, 有人去填饱肚子和狼酒, 还有人直接上床睡觉。 马其勒如往常一样留在夜火旁, 他总是白天休息, 晚上照看火盆, 尽职尽责地守护圣火, 直到阳光带回黎明。 提梁盘腿坐在红袍僧对面, 伸手取暖。 很长一段时间, 马其勒都没有理会他, 只是定定地看着月洞的火焰, 迷失在幻象之中。 他真的能像自称的那样, 遇见未来吗? 如果是真的, 那可真是了不起的能力。 最终, 红袍僧抬起眼睛, 迎上侏儒的目光。 呼格, 西山, 他庄重地焊手, 你是来跟我一起祈祷的吗? 啊, 据说长夜黑暗, 处处显恶。 你在火焰中看见什么了? 很多龙。 马其勒用纯正的威斯托洛通用语回答, 他的威斯托洛话几乎没有一丝口音。 毫无疑问, 这正是至高牧师本内诺选择他来将拉赫洛的信仰带给丹尼利斯坦格里安的原因之一。 老龙, 小龙, 真龙, 假龙, 光明的龙与黑暗的龙都有。 我还看见了你, 小小的身材却洒下长长的阴影。 你在魔龙群中怒吼。 哼, 怒吼? 像我这么好脾气的家伙? 提梁简直有些飘飘然了。 对方应该是刻意为之, 傻瓜都爱被人拍马屁。 哼, 说不定你看见的是芬妮, 我们几乎一样高。 不, 我的朋友, 我看见的是你, 朋友,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朋友呢? 那依你所见, 我们还有多久, 才能到达芬林呢? 你急着想见救世主吗? 是, 也不是。 这救世主既可能削了我的脑袋, 也可能赏我一只龙玩玩。 着急的不是我, 提梁说, 我不过是想去尝尝橄榄, 但是照现在的速度, 怕是我老死了都吃不到。 我敢断言我游泳, 都比这条船走得快。 对了, 你说这塞斯拉科赫兰是执政官的名字, 还是海龟的名字呀? 呵呵呵呵呵, 红袍僧轻轻地笑了, 都不是, 科赫兰指的不是统治者, 而是在统治者身边服务, 协助统治者并给予建言的人。 你们统治者的统治者, 统治者人称这样的人为总管, 或者学士, 或者国王之首, 有点意思。 那塞斯拉呢? 呃, 马其罗碰了碰鼻子 它的意思是 令人舒适的味道 在维斯特罗的雨中应该是 芳香或者花一般的吧 所以塞死了磕后来 连起来就是臭管家 对不对 我看应该是芬芳的管家 提良歪着嘴一笑 我觉得他臭死了 无论如何感谢指教 我很高兴能为你解惑 或许某天你会让我教你拉伯罗的真理 看日子吧 等我脑袋被插在枪上以后吧 提良与乔拉爵士共享的住处 连仓房都算不上 潮湿阴暗不说 还有骨子异味 这里只能勉强挂上两张吊床 还得重叠着挂 摸摸摸占据了下面的床位 吊床随着船只摆动 缓缓摇晃 那女孩子总算在甲板上露面了 提良告诉红袍僧 可只看了我一眼就吓得立马缩了回去 这说明你太丑 不是人人都像你这么帅吗 实话说他有些魂不守舍 要是哪天这可怜的怪胎突发奇想的摸到船边 一跳我也不吃惊 别叫他怪胎 他的名字是芬妮 我当然知道他的名字 提良恨这个名字 芬妮本名奥普的哥哥 顶着变他的一名死掉了 辨识和同分 是最卑微 最无价值的硬币 更糟糕的是 这一名是他们自己挑的 提良没想到此 嘴里就一阵苦涩 叫什么不重要 他现在需要朋友的安慰 乔拉爵士从吊床上坐了起来 那你就去交朋友吧 娶了他也行 我无所谓 这话加深了提良嘴里的苦味 物以类聚 是吧 这就是你的逻辑 那你怎么不取一头母熊呢 爵士 当初可是你坚持要带他上船的 我是说我们不能把他丢在我来提死 可他并不意味着我想上他 你难道忘了他想要我的命 我是这个世界上他最不愿意结交的人 但是你们都是侏儒 啊 是的 可他哥哥的事怎么办呢 那帮罪鬼白痴 把他当成了我 下了毒手 你有罪恶感 是不是 没有 提良被激怒了 我造的孽很多 但这不是我的错 他跟他哥哥在乔佛里的婚宴上表演的时候 我确实很生气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伤害他们 所以了 你就是个无害的生物 跟羊羔一样的纯洁 乔拉爵士站起身 诸如女孩 归你管 吻她 杀她 还是回避她 随你便 我没兴趣 他挤开体梁 走出了房间 这家伙被放逐了两次 难怪如此的愤世嫉俗 提良心想 要是可以的话 我就放逐他第三次 大个子歧视 个性沉闷 形式冷酷 态度 阴郁 又毫无幽默感 这些还算是优点呢 乔拉爵士醒着的时间里 基本都在船手楼上躲步 或者倚着栏杆 远眺大海 她在眺望她的银女王 眺望丹尼丽丝 满心希望 这艘船能插上翅膀 好吧 要是泰沙在迷零 我大概也会做同样的事 妓女会去奴隶湾吗 似乎不大可能 根据读过的书记 奴隶城邦是妓女的来源 莫尔蒙倒该给自己买个妓女 漂亮的奴隶女孩 有助于舒缓脾气 尤其是像在塞克鲁镇 坐在她老二上的那样 顶着一头银发的妓女 在洛恩河上 提良忍受过严肃的格里芬 但好歹破解船长的神秘身份 可自消遣 称高船上的其他人 也个个有趣 在这条平底商船上 每个人看上去是什么 就是什么 没有谁与他臭味相投 而只有红袍僧对他感兴趣 或许还得加上分音 不过他是因为想要我死 理当如此 于是 塞斯拉·康兰号上的生活 变得极其单调乏味 提良发现一天的高潮 就是拿小刀 扎脚趾 手指 河上有各种奇观 巨龟 废城 石鸣 裸体修女 谁也不知道 在下一个弯道 等待着的是什么 海上的日日夜夜 却毫无分别 刚刚离开瓦兰提斯的时候 平底商船 靠近大陆航行 陆地保持在视线范围之内 那时 提良还能眺望路过的海甲 看见乌云般的海鸟群 从崎岖的悬崖 和破碎的守望塔上飞起 还能数一数 路过的光秃秃的褐色岛屿 他们遇见了很多船 有渔船 有笨重的商船 还有骄傲的华奖船 他们的奖页拍起白色的飞沫 可是不久之后 船行到深水去 除了碧海蓝天 空气和水之外 再无景物 天就是那样的天 水就是那样的水 偶尔有云朵 大多的时候 蓝的发紫 晚上更糟 提良天天失眠 偶尔不失眠 则会做梦 而他是绝技 不想做梦的 在梦中 他总会回到伤心灵 见到带有附近面容的 石民之王 迫于无奈 他往往只能半夜 坐在吊床上 倾听 敲烂摩尔蒙 在他身下打呼噜 要么就走到甲板上 去看海 在无星之夜 大海黑的跟学士的墨汁一样 从海平线到海平线 无边无涯 深邃黑暗 令人生畏 这是一种诡异的美 提良注视的越久 就越想翻过传言 让这片黑暗 吞没自己 这很容易 至多 激起轻轻的一点水声 畸形小魔猴的悲惨故事 就将画上句号 但万一真的有地狱 而父亲正在那里等着我 怎么办呢 每晚的最佳时光 是晚餐 其实食物并不算好 好在分量足 猪肉用它来打发时间 提良喜欢在厨房里用餐 那是个很不舒适的狭窄场所 天花板之低 高一点的人稍不注意 就会撞到脑袋 那群被称为圣火之首的奴兵 美美上当 令提良笑得合不拢嘴 在这里 提良有独处的空间 若是在拥挤的餐桌旁 跟一群毫不懂通用语的人为伴 听他们笑闹嬉笑 自己却一片茫然 实在太无趣了 尤其提良还深深的怀疑 那些玩笑其实都在针对他 船上的书籍也放在厨房里 船长挺爱读书 所以船上有三本书 一本不忍促读的海上诗歌集 一本被翻烂了的 一位李斯青楼的年轻女奴的情色回忆录 还有四卷本大作 《贝利西奥执政官生平》的第四卷 贝利西奥是著名的 《贝利西奥执政官生平》的《贝利西奥执政官生平》 最终却忽得被巨人吃掉了 出海的第三天 提良就肯完了这三本书 接下来由于无书可看 她只能不断的重读 奴隶女孩的故事虽然文笔差劲 好歹情节引人入胜 她就用这本书来下饭 一边吃着黄油甜菜根 冷鱼汤和足以用来钉钉子的硬饼干 芬妮进厨房的时候 提良正读到那女孩讲述 她和她姐姐被奴隶贩子拐卖的部分 啊 芬妮结结巴巴的说 我以为我不是有意打扰大人 你没有打扰我 我只希望你不是又来杀我的 不是 芬妮脸一红 眼睛看向别处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来跟我做个伴吧 船上的人都很没劲 提良和尚书 来过来坐 吃点东西 留在女孩仓门外的餐饭 最近几乎没动 眼下 这女孩一定是饿坏了 这汤还可以下咽 至少里边的鱼很新鲜 不 我被鱼刺卡过 我不吃鱼 那就喝点酒吧 提良倒满了一杯酒 滑给他 船长好心供应的 说这是青亭岛的金色葡萄酒 我觉得这玩意儿没准是鱼 我觉得这玩意儿没准是尿 但尿也比水手们灌下的利青一样的浪酒 档次高 他能帮助你入睡 女孩没动杯子 谢谢你 大人 我不喝 他向后退去 我不该打扰您 你以为自己可以这么一辈子的逃避下去吗 提良抢在他溜出门前 这样说 这话让芬妮止了步 他的脸长成了潮红色 一时间提良担心他又要哭了 结果他只是用力撅起了嘴 你也在逃 我是在逃 提良承认 但是我有明确的目的地 你则什么想法都没有 两者有天壤之别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才不会逃跑呢 他当面对我说出这些话 可算是鼓足了勇气了 你是指军林的事 还是瓦兰提斯 都是 泪水又在分你的眼睛里打转了 每件事都是 你为什么不肯 你为什么不肯与我们比武 为什么不肯 照国王吩咐地去做 你又不会受伤 大人 您骑到我的狗背上 冲杀一回合 让那孩子找点乐子 有什么损失呢 一切都是玩闹 他们只不过会取笑你几句 他们只不过会取笑我几句 提梁重复着 我反过来让他们取笑了小乔 高明啊高明 是不是 我哥说 让人取笑是好事 带给大家欢乐 高尚而有荣誉 我哥说 他说 泪水终于又滚落了芬妮的脸颊 你哥哥的遭遇 我很抱歉 这话提梁在瓦兰提斯也跟他说过了 但是提梁很怀疑 沉浸在悲伤中的芬妮 有没有听进去一个字 他现在是听到了 抱歉 你狠 抱歉 他嘴唇颤抖 脸庞湿润 眼睛是两个红肿的窟窿 当天晚上我们就逃离了军林 我哥的书非这样不可 因为不久就会有人把国王之死与我们联系起来 把我们抓去拷问 我们先逃到了泰洛西 哥哥以为逃到那已经足够远了 结果根本不够 那边有一位跟我们相熟的杂耍艺人 他常年累月 日复一日的在酒神喷泉下表演 由于年纪大了 他的手没有从前灵活了 所以时不时接不住球 满广场的锥 但泰洛西人还是会笑着把钱币扔给他 后来有一天早上 我们听说他的尸体被丢在了三手神的神殿外面 三手神的大雕像就在神殿门旁 老人的身体被砍成了三段 分别塞进了三手神的三张嘴里 等人们把身体缝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 脑袋没有了 他是个侏儒 对吧 他的头是送给我亲爱的姐姐的礼物 是啊 他是个矮子 跟你 跟奥普 跟Bent一样 你也为这老人感到抱歉吗 我知道现在才知道此人的存在啊 不过好吧 我很抱歉 他送了命 他因你而死 你手上沾满了他的血 这句控诉刺痛了体谅 带来的伤害不亚于敲拉摩尔蒙的话 我姐姐手上才沾满了他的血 还有那些谋杀他的畜生 我的手 体谅 抬起手 翻转 查看 最后捏成了拳头 没错 我手上血迹斑斑 叫我示亲者 我不否认 叫我示君者 我也会负责 我杀过父亲 母亲 外甥 情人 男男女女 君主和妓女都栽在我手上 有个歌手惹恼了我 我他妈就把他炖了汤 但是我既没有杀过杂耍艺人 也没有害过侏儒 你那该死的哥哥送了命 跟我没有关系 芬妮 抓起 提梁刚刚给他倒的酒 当头泼来 跟我亲爱的姐姐简直一模一样 提梁听见了甩门声 却没有看到芬妮离开 因为眼睛被九次痛了 世界一片模糊 真是跟他交了个好朋友 提梁兰尼斯的缺乏 跟其他侏儒相处的经验 父亲大人不乐于任何人 让他联想起畸形的儿子 所以提梁出生后不久 凡有诸儒表演的剧团 就知情实趣的远离了 莱尼斯港和凯延城 提梁长大以后 打探到端的福乐伯爵 架前有个诸儒弄成 五指半岛上某位领主 收了个诸儒学士 还有个女诸儒加入了 敬墨姐妹 但她无意结识这些人 她还听到过一些谣言 说是合间地的某座山上 有个诸儒巫婆 在军林有个 以跟狗交构而出名的 诸儒妓女 这最后一个故事 是她亲爱的姐姐 亲口对她讲的 编讲还提出 如果她想试试 可以送给她一条发情的母狗 她礼貌地询问姐姐 这条母狗 是不是她姐姐自己 瑟西便把酒当头泼下 那是一杯红酒 现在这杯却是金色的酒 提梁用袖子擦干脸 眼睛还在疼 直到风暴来临 她再也没有见过芬 那天早晨 闲海上一丝风都没有 空气凝重 西边的天空 却是一片火烧似的红 天边的丝丝云彩亮得 好像Lannister的飞红加灰 船员们来回奔波 忙着定好舱门 拉好绳索 收拾甲板 绑紧每件没扎牢的东西 飓风要来了 有人警告她 没鼻子 最好下去 提梁还记得横渡 狭海的时候遭遇的风暴 记得甲板在脚下颠簸不休 记得船壳发出恐怖的枝嘎声 记得吐出的酒和味叶的味道 没鼻子 要留在上头 如果诸神要他的命 他宁可淹死 也不想被吐出来的脏东西枪死 头顶的风帆缓缓鼓动 好像某只庞然巨物 正要从长眠中苏醒 诗会忽然 噱的一声响 惊得所有人抬头去看 风势 建墙 将平底商船 完全吹离了既定航线 血红色的天空下 黑云层叠 上午刚刚过半 西边已是雷电大作 耳畔传来了响亮的雷鸣 大海躁动不安 掀起黑色的波涛 打向臭管家号的船壳 船员们开始迅速降翻 一片混乱中 提梁成了妨碍 于是他爬到手楼上 盘腿坐了下来 尽情品味 冷雨抽打面颊的滋味 平底商船 起起伏伏 颠簸程度 比他骑过的任何马 都要距离 海浪把船 一会儿抬到浪尖 一会儿又沉到波谷 令他骨头都在震 即便如此 也比关在甲板下 憋闷的小房间里面 要好 风暴 直到夜幕降临的时候 才真正到来 在风暴中 提梁 莱尼斯特湿透了内衣 却有一种胜利的感觉 尤其是后来他发现 乔拉摩尔蒙喝得烂醉如泥 在小房间里吐了一地的时候 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晚餐后 朱如逗留在厨房里 跟厨子喝了几杯黑狼酒 庆祝生还 厨子是个一身肥肉的 瓦兰蒂斯胖子 只会说一句通用语 操 但他对西瓦斯奇颇有心得 尤其是喝醉了以后 那天晚上 他们玩了三盘 提梁赢了头一盘 输了后两盘 三盘之后 他觉得够了 便跌跌撞撞地回到甲板上 去清空狼木酒 和在脑子里交战的大象 他在船手楼上 乔拉爵士平素呆的地方 遇见了分泌 骑士夜里会站在栏杆后面 靠着平底商船 半腐蚀了的丑陋船 跳往漆黑无垠的大海 现在站在这儿的 换成了分泌 他就像个小孩一样的脆弱 提梁本想悄悄离开 无奈分泌 听见了动静 胡歌 西山 你想这么叫就这么叫吧 你我都心照不全 抱歉打扰了你 告退 别 分泌苍白的脸 神情沮丧 但不像刚哭过 抱歉的是我 关于那杯酒 我哥和泰洛西城中那可怜的老人 都不是你杀的 我也有责任 虽然我身不由己 我太想念他了 想念我哥 我 我明白 提梁自己也想念詹姆 你真幸运 你哥在出卖你之前就死掉了 我想到过死 芬妮吐露 可今天凤暴来临的时候 我以为船会沉 我 我 你发现自己其实还是想活下去的 是 这是我们的共同点 人类的本能 芬妮的牙齿不齐 这让她笑起来不太好看 但她终究还是笑了 你真的会拿歌手炖汤吗 谁 我 那不成 我不做饭 芬妮咯咯的轻笑起来 听起来就像个甜美的小女孩 她才十七 十八 最多不超过十九岁 那个歌手做错了什么呢 嗯 她写了一首关于我的歌 她是她珍藏的宝贝呀 她是她含羞的期望 项链和城堡都是空啊 比不上姑娘的文好 歌词如潮水一般涌回心头 令芬妮惊讶 或许她从来没有忘记 这些歌词 金手触摸冰冰凉啊 姑娘的小手热乎乎 那一定是首很糟糕的歌 哦 其实不是 它跟Customer的语记不一样 而只是某些部分 好吧 她怎么唱的 哈哈 提梁笑出声来 哈哈 我 不行 我不会唱歌 小时候 我妈经常唱歌给我们听 给我和我歌 她常说只要用心去唱 嗓子好不好 都没有关系 哦 她也是矮子 不 她不是 我爸是 我爷爷在我爸三岁那年 就把她卖给了奴隶贩子 但她后来在西班里大放异彩 乃至存钱赎生 我爸去过所有的自由贸易城邦 也在维斯特罗上下行走 救证人叫她跳豆 他们当然会那么叫了 提梁竭力抑制住反感 现在我妈死了 芬妮接着说 我爸也死了 连奥布 他是我最后的亲人 连他也不在了 他扭头望向汪洋比方 我该怎么办 我该去哪里 除了滑稽比武 我什么都不会 而那表演需要两个人 哦 不 提梁心想 小妹妹 你可别这么做 你不该这么求我 你根本就不该动这个念头 去找个孤儿吧 他建议 芬妮似乎没听见 长枪比武 是我爸的主意 第一头母猪 还是他亲自训练的呢 虽然那个时候 他病得没法骑上去 只能有Op代替 我一直骑狗 我们为布拉弗斯的海王 表演过一次 他大笑不止 之后 给了我们美人一件 贵重礼物 我姐姐 就是在那里找到你们的 在布拉弗斯 你姐姐 女孩懵了 啊 瑟西太后 嗯 芬妮摇了摇头 不是他 来找我们的是个男人 在潘托斯 他叫奥斯蒙 还是奥斯德 类似的名字吧 Op跟他谈的 我不在场 Op约定了演出安排 我哥总是知道 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们现在是去迷林 芬妮更加迷惑不解了 你是说奎尔斯吧 这条船正取到新基斯 去奎尔斯 我们去迷林 你会为龙女王表演的 她将赏给你 与你等重的金子 为了将来的好日子打算 你现在得吃的多一点 白白胖胖的 才好哄陛下开心呢 芬妮没有回应 提良的微笑 我一个人的话 只能绕着场地跑圈 即便这能斗 女王陛下乐 我接下来又该去哪里呢 我们从来不在一处九流 因为我们的表演 一开始会让人们笑得前仰后合 但看个四五次就会腻的 到时候没人会开心了 我们也必须离开 去新的地方 大城市里钱好赚 但我更喜欢小镇子 镇里的人 虽然不会抛给我们迎币 但是会邀请我们同桌吃饭 他们的孩子会跟着我们到处跑 那是因为住在鸟不生蛋的穷乡僻壤的人 没见过朱如 提良心想 换成双头山羊 那帮该死的傻瓜也会乐呵呵的围观的 而等厌倦了山羊的哀叫 他们还会把山羊宰了做晚餐 但是提良知道 这话要是说出口 芬妮怕是又要哭了 于是她说 丹尼丽丝心地善良 又慷慨大方 这是对方想听的话 我相信 她会在宫里为你安排个位置 那将会很安全 远离我姐姐的魔掌 芬妮转身看着提良 你也会在那里吧 哼 要是丹尼丽丝想要兰尼斯 为坦格利安家血债血偿的话 恐怕我不会 啊 我会的 那次谈话之后 猪乳女孩上甲板的次数 明显增多了 隔天下午 提良发现 她和她的斑点母猪 在船中央徜徉 气候温暖 波澜不惊 她叫美女 女孩 羞难地告诉提良 哼 美女猪和同分女孩 提良心想 还真是一对 芬妮给了提良一堆相果 让她用手喂给美女吃 哼 别以为我不懂你的用心 小妹妹 提良一边想 一边看着那大母猪 抽动鼻子 发出满意的吱吱声 她们开始一起吃饭 有时候就她们两个 有时候她们和马其洛的护卫们一起吃 提良把马其洛的护卫们换作马其洛的手指 因为船上这所谓的圣火之手刚好五个 芬妮被她都笑了 笑得很甜 不过总的来说 芬妮很少笑 毕竟伤口太深 也太新鲜 提良很快还教会了她称这艘船为臭管家号 而当她把美女叫做Bacon的时候 芬妮生气了 为了表示歉意 提良决定教芬妮西瓦斯奇 但是她很快就为这份冲动后悔了 不 她不知道是第十几次的重复 会飞的是龙 不是大象 教芬妮下棋的那天晚上 芬妮终于开口询问提良 是否愿意与自己比试 不行 提良回答 在那之后 提良想到 芬妮的话 可能还另有深意 虽然有那层意思 她也不能答应 但好歹可以回绝的婉转一些 提良回到与乔拉摩尔蒙共享的房间 在吊床上翻来覆去 辗转不安 她梦见无数只灰色的石手 从浓雾中伸出来抓她 还有一座通向父亲的阶梯 最终她决定不睡了 去上面吹吹夜风 塞斯拉科赫兰号 在晚间收起了巨大的条纹风帆 甲板上除了一位在手楼上瞭望的船父和船中央看守火盆的马其洛之外 再无旁人 火盆 暗淡 只剩下了小火苗 在余境中 起舞 整个天空 只能看得见西边最明亮的那些星 东北方向被阴郁的暗红光彩点亮 撞死大片淤血 好个咄咄逼人 肿胀诡异的月亮 提梁心想 它好像吞下了太阳 而正在发烧 月亮的倒影映照在船后的海面上 雪光随波纹荡漾 几点了 他问马其洛 这不可能是日出吧 天空怎么这么红呢 瓦雷利亚上空永远是一片火红 呼个西山 一股寒气贯穿了提梁的身体 我们离那很近吗 比船员们希望的近得多 马其洛用深沉的嗓音回答 在你们日落过度 流传这里的故事吗 我只知道水手们说 谁要是看一眼这片海岸 就注定不得好死 提梁不相信这种说法 他叔叔也不信 提梁十八岁那年 吉利安·莱尼斯特远航去瓦雷利安 意图寻回 莱尼斯特家失传的族舰 顺便再找找 其他躲过末日浩劫的珍宝 提梁愿意付出一切 只求跟叔叔一道踏上冒险旅程 但父亲大人把这次航行 称为傻瓜的航海 坚决禁止儿子参加 也许他是对的 孝师号离开兰尼斯港 转眼已近十年 吉利安音信全无 泰文公爵数次派人出海 寻找弟弟 但线索只到 瓦兰提斯 在那里 吉利安的半数船员 抛弃了他 他便用奴隶代替 没有哪位 瓦兰提斯自由民 会与一位公然宣称 要去烟海冒险的船长签约 那我们看见的 就是十四火锋的火焰 在云层上映照出来的了 十四火锋 还是一万四千火锋 谁敢去数呢 我的朋友 凡人不该注视这些火焰 他们是真主的怒火 凡间的火 无法与其相匹敌 我们人类 不过是些渺小的生物 其中一些 比另一些更渺小 瓦雷利亚 据记载 在末日浩劫的那一天 方圆五百里内 每座山丘都同时喷发 将灰烬 浓烟和烈火 射入空中 天地为之变色 滚烫饥渐渴的怒火 甚至焚尽了天上的魔龙 忽然出现的深谷 撕开地面 吞噬了宫殿 神庙和整座整座的城镇 有的湖泊瞬间蒸发 有的湖泊变成了酸叶池 山脉爆炸 着火的喷泉 将熔岩喷到一千尺高的空中 无数龙精和恶魔的浓浓黑血 从红云中倾泻而下 在瓦雷利亚以北 大地发生了裂变 大块大块的陆地沉陷下去 而沸腾的海洋倒灌进来 片刻之间 全世界最骄傲的城市 便不复存在 由他建立的梦幻帝国 随之土崩瓦解 长夏之地 成了一片枯萎的焦土 还被海洋分割了 血与火的帝国 落得血与火的下场 瓦雷利亚人可谓中瓜得瓜 咱们的船长是不信邪吗 咱们的船长希望将航线往南移五十里格 远远避开这片受诅咒的海岸 但是我命令他选择最快捷的路线 因为其他人也在寻找 丹尼利斯 他是指格里芬和小王子吗 难道黄金团西征的消息全是幌子 丹尼利亚正在出口询问 想想还是作罢了 毕竟红袍僧决心要实现的预言里 只有一个英雄 说出第二位坦克利安不合适 你在圣火里看见其他人了吗 他谨慎地问 我只看见了他们的影子 玛奇罗透露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高大扭曲的家伙 他生了一只黑色的眼睛和十条长长的胳膊 正在血海上奔驰 请继续收听 新月当空 锐利轻薄如刀 太阳朝朝暮暮地升降 红叶风中低隐 黑云满天 风暴欲催 雷鸣电闪 有着黑手和明亮蓝色眼睛的死人 步履盘山地围在山腰裂缝旁 却不得入 在山底 残废的男孩 坐在鱼良木王座上 任凭乌鸦 沿着手臂走来走去 倾听着黑暗中传来的 呢喃低语 你永远无法行走了 三眼乌鸦保证 但你可以飞 时而有歌声从下方远处传来 森林之子 老奶妈如此称呼歌者们 但那些歌者自称歌颂大地之人 他们的语言 人类完全不懂 可乌鸦会说那种语言 小小的黑眼睛中 暗藏着无数的秘密 听到歌声 乌鸦们会冲着 布兰尖叫 啄他的皮肤 满月当空 群星拱绕 天空暗黑 落下来的雨水 冻结了 树枝被冰雪压断 布兰和梅拉 给那些歌颂大地之人 都起了名字 灰烬 叶子 鳞片 黑刃 雪发和煤炭 叶子说 他们的真名 对人类的语言来说 太长了 洞中 只有他会讲通用语 因而其他人 对自己的新名字 作何感想 布兰永远无法得知 经历过了 长城外的刺骨寒冷 洞穴里 显得格外的温暖 寒气渗过岩石 但歌者们点起火 将其驱散 地底深处 没有寒风 暴雪和煎冰 没有伸手追杀你的死人 只有梦境和暗淡的火光 外加乌鸦的亲吻 以及黑暗中的地狱 最后的绿仙之 歌者们这样称呼他 但在布兰的梦境中 他一直是三眼乌鸦 梅拉利的询问 他的真名是 他发出幽魂般的可怕笑声 我能动的时候 有很多的名字 即便我也有母亲 他补育我的时候 为我起名 布林登 我有个老爷叫布林登 布兰说 他是我母亲的叔叔 外号黑鱼 你老爷 可能是以我命名的 一直都有人以我命名 只是现在没有以前 只是现在没有以前多了 人会遗忘 树木 却记得 他声音很轻 不然得摒弃宁神 才听得见 他基本上和树 融为一体了 被梅拉称作叶子的歌者解释着 他已超越了凡人的受限 但仍弥留不去 这是为了我们 为了你 为了人类的王国 他的肉体只剩下了一点点力气 他虽然有一千零一只眼睛 但要看的东西太多了 你迟早会了解的 我会了解什么 黎的姐弟 举着明亮的火把 把他带回 搁着为他们在大洞穴外 铺好床的一间小房间的时候 布兰问 树木 记得什么 救神的秘密 九简黎的说 食物 勾火 和充足的休息 缓解了严酷旅程的折磨 但他看起来 却更加的悲伤 抑郁 始终带着疲惫 烦扰的目光 那些仙民们了解 却被临东城遗忘的真相 但在沼泽地并非如此 我们生活在沼泽和小岛上 更亲近大自然 所以我们也记得 大地和流水 土壤与岩石 橡树 榆树 还有柳树 在我们之前 他们就在那里了 当我们死后 他们仍将万古长青 你也会的 梅拉说 这让布兰很伤心 你死 我也不活了 他差点把这话说出口 却又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他几乎长大成人了 不能让梅拉 把自己看成 哭哭啼啼的小孩 说不定 你们也能成为绿仙枝 他坚持 我们不能 不拦 梅拉也很忧伤 绿泉水 只给极少数的凡人喝 好让他们像神一样 能聆听 树叶的低语 透过树木的眼睛观看 九剑说 绝大部分人 没有那么幸运 诸神只给了我 绿色之梦的能力 我的使命 是把你带到这儿 在这个故事里 我的部分 已经完结了 月亮 月亮 像个黑洞一样 高高地挂在天空 群狼在森林里咆哮 在漫天飞雪中 嗅叹死雾 整群乌鸦 从山腰飞出 力声尖叫 黑色的羽毛 拍打着白色的世界 红太阳 升起 落下 又升起 将矮矮白雪 染成玫瑰和粉色 在山底 揪剑陷入沉思 梅拉焦躁不安 Odo则右手提剑 左手吃火把 徘徊在漆黑的涌道中 亦或那时 布兰在徘徊 没必要知道 深渊上的巨大洞穴 被幽暗笼罩 比沥青黑 比胶油浓 比乌鸦的羽毛更暗淡 光线就像不受欢迎的闯入者 总是一闪而过 转瞬即逝 无论篝火 烛火 还是灯光 它们燃烧一阵之后 就会慢慢熄灭 结束短暂的生命 歌者们 为布兰单做了一个王座 和布林顿君王的一样 红叶点缀着白色鱼梁木 死枝缠绕在活根筋上 它们将王座摆放在深渊上的巨大洞穴里 黑暗的空气中 回荡着下方深处的流水声 王座上铺了柔软的灰线 布兰被放上去以后 它们还给它盖上温暖的毛皮 它坐在那里 会把根扎在大地最黑暗的深渊里 黑暗会成为你的斗篷 你的盾牌和滋养你的母乳 黑暗会令你强壮 心月当空 锐利轻薄如刀 雪花无声的飘落 给士族松和少兵树裹上白袍 积雪越来越深 盖住了洞穴入口 形成了一堵白墙 夏天想与他的族群一到捕猎 就得在墙上挖洞 这些日子不拦不常与他们为伍了 只在某些晚上从天上注视着他们 飞翔比攀爬的感觉更好 滑入夏天体内 变得和没有摔坏后背的时候 穿裤子一样的简单 披上乌鸦那夜一般黑的羽毛 则难一些 但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难 这些乌鸦和别的乌鸦不一样 野生种马 又提又跳 谁给他带马嚼子 他就咬谁 布林登君王说 但已经被巡抚的马 会接受其他的骑手 这些鸟 无论老小 都已经被巡抚了 选一只 飞吧 于是布兰选了一只鸟 又一只 但都进不去 第三只乌鸦用精明的黑眼睛盯着他 扬起脑袋 立声尖叫 陡然间不再是男孩看着乌鸦 而是乌鸦看着男孩 流水声突然变响了 火把也比之前更明亮了 空气中弥漫着奇怪的味道 他想开口说话 发出来的却是尖叫 他的第一次飞翔 以撞墙而告终 这让他回到了残废男孩体内 乌鸦却没有受伤 他飞向布兰 落在布兰的胳膊上 布兰 顶悬下的中乳石林里 甚至飞入深渊 冲向寒冷黑暗的深处 随后他发现自己并非孤身一人 乌鸦体内有别人 回到自己的身体后 他告诉布林登君王 一个女孩 我能感觉到 一个女人 歌颂大地之人 导师说 她死了很久了 一部分惊魂 仍然残留 好比 你的男孩肉身 明日死了 你的一部分 也会残留在夏天体内 那不过是灵魂的阴影 它不会伤害你的 所有的乌鸦体内 都有歌者吗 是的 布林登君王说 是歌者 教会先民 用乌鸦 传递信息 那些日子 乌鸦 尚能年雨 但树木记得的 人类 人类 已忘了 现在 人们用羊体纸 书写信息 记在 不会和他人 分享身体的 乌鸦的脚上 布兰记得 老奶妈 讲过相同的故事 他跑去 他跑去问 罗伯 这是不是真的 哥哥却大笑起来 反问他 信不信 古灵精怪 他真希望 罗伯 跟他在一起 我告诉他 我能飞 但他不信 因此 我要让他亲眼看见 我打赌 他也能学会飞 他 艾利亚 还有三沙 甚至小不点 瑞肯和穷人雪诺 我们都可以变成乌鸦 生活在鲁温师傅的鸭巢里 但那是另一个愚蠢的梦 有时布兰觉得 一切会不会都是梦 或许他在雪地里睡着了 梦见自己来到了安全温暖的地方 你得醒来 他对自己说 你得马上醒来 否则会在睡梦中冻死 有几回 他用手指掐胳膊 非常用力地掐 结果只是让胳膊受了伤 刚开始 他还靠记录睡觉和起床的次数 来计算日子 但在地下 睡觉和起床很快成了形式 做梦变成学习 学习变成了做梦 事情突然涌来 又突然消失 他是实际做了某事 还是仅仅梦到了他们 一千个人中 能产生一个异形者 布兰学会飞翔后的某天 布林登君王说 一千个异形者中 能产生一个 绿仙之 我以为绿仙之 是森林之子的巫师 布兰说 我是说歌颂大地之人 某种意义上 是 被你称作森林之子的人 有着太阳般金黄的眼睛 但每隔若干年 他们中 有人会生出血红的眼睛 或是和森林 伸出的青苔一样 碧绿的眼睛 这些特征 代表着诸神 赐予他们的天赋 诸神的选民身体孱弱 在世的日子也很短暂 因为万物自有平衡 但他们一旦进入了榆梦 便可以长期驻留 以千只眼睛 以百种形态 和古树树根一样 深沉的智慧 吕仙智 布兰没听懂 便去问 李的姐弟 你喜欢读书吗 布兰 九简问他 有些书喜欢 我喜欢打仗的故事 我姐姐桑莎 喜欢爱情故事 不过那些故事 很白痴 读书人可以经历千种人生 九简说 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 森林的歌者没有书可读 他们没有墨水 纸张和文字 但他们有树 尤其是 尤其是鱼梁木 他们死后便进入树木体内 进入树叶 枝芽和根茎中 于是树木便记得 记得他们的歌谣和咒语 记得他们的历史和祷告词 记得他们对世界的所有认识 学士会告诉你 鱼梁木是救神的圣地 但歌者认为他们就是救神 歌者死去后会升华为神 布兰瞪大了眼睛 他们要杀我 不会的 梅拉说 纠简 你吓到她了 该害怕的不是她 满月当空 夏天穿行在寂静的森林中 犹如灰色长影 每次捕猎都更加憔悴 因为猎物越来越少 洞口的防护依然很坚固 死人依然进不来 大雪又快把他们埋了 但他们还在那里 隐藏着 风冻着 等待着 其他死物加入了他们 他们曾是男人 女人 甚至小孩 死乌鸦 站在光秃秃的褐色树枝上 翅膀 覆满了冰雪 一只雪熊 冲过树丛 它身躯庞大 却瘦骨灵蕃 搭了着半个脑袋 露出头皮下的 森森白骨 夏天和它的族群 蜂拥而上 把那熊丝成了碎片 饱餐了一顿 尽管吃的是半冻的腐肉 并且那只熊在被吃的时候 还在冻 山底下的他们 有东西吃 上百种蘑菇长在那里 白色盲鱼在黑色河水中游移 煮熟后和有眼睛的鱼一样的美味 和鸽者分享洞穴的山羊 为他们提供了奶酪和羊奶 这里甚至有些自肠下储备的燕麦 大麦和水果干 他们几乎每天都喝一种血色浓汤 里面有大麦 洋葱和肉块 纠结认为是松鼠肉 梅拉说是老鼠肉 不拦却不关心 反正是好吃的肉 煮过之后鲜嫩可口 洞穴内时间仿佛凝固了 广阔浩瀚寂静无声 他们和六十多位活着的鸽者 以及几千尸骨生活在一起 在巨大的山中空洞里游荡 人类不该在此闲逛 叶子警告他们 你听到的河流 幽深湍急 一直向下流去 流向阳光照不到的地下海 此外还有通向更深处的涌道 无底洞和神秘莫测的树井 被遗忘的道路可以走到大地中心 很多地方甚至连我的族 族人也没有能够探明 而按照人类的年份计算 我们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一百万年了 尽管七大王国的人称他们为森林之子 叶子和他的族人却一点不像孩子 森林中的小精灵或许更合适 他们比人类小一号 正如狼比冰原狼小一号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小孩 他们有着坚果一样的深棕色皮肤 像鹿一般带着浅色的斑顶 他们的耳朵很大 能听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 他们的眼睛也很大 硕大的金色猫眼能看透不难看不透的黑暗 他们的手只有三根手指和一根拇指 尖端不是指甲 却是尖锐的黑爪子 而且他们一直在歌唱 他们使用的语言不难听不懂 只觉得声音纯净如冬日的空气 你们其他的族人上哪去了呢 有一次布兰问叶子 融入了大地之中 叶子回答 和岩石树木融为一体 在鲜民到来之前 这片被你们称作威斯特罗的大路 是我们的家园 就算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也人丁稀少 诸神给了我们漫长的生命 却不让我们有太多的人口 以防我们像丛林中 没有狼群威胁的鹿那样 过量繁殖 那是黎明之纪元 我们的太阳冉冉升起 现在太阳落下了 我们的人数逐渐减少 巨人也几乎绝技了 他们既是我们的敌手 也与我们同病相连 西方山间的大狮子被杀光了 独角兽岌岌可危 蒙马像不过数百 冰原狼会比我们延续的久一点 但他们也终将灭绝 在人类造就的世界上 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 也没有我们的 他说起这些 很悲伤 让布兰心有气气 事后布兰又想 换成人类 人类才不会悲伤 人类会愤怒 人类会憎恨 人类会发誓 血债血长 歌者唱着悲伤的歌 人类却会战斗 与杀戮 某一天 梅拉和九剑决定 不顾叶子的警告 去看看那条河 我也要去 布兰说 梅拉怜悯地看了她一眼 河流 在六百尺下方 得走过陡峭的斜坡 和弯曲的小路 梅拉解释说 最后一段 必须用绳子爬 好得背着你 绝对爬不了 抱歉 布兰 恍然间 布兰想到 若论攀爬 没人比她强 哪怕是罗伯和穷恩 为他们抛下自己的举动 她想大吼大叫 更想嚎啕大哭 可她几乎长大成人了 因此 什么都没有说 等他们出发后 她进入奥特体内 跟他们一起去 高大的马童 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反抗她 那是在狂风暴雨里的 湖中高塔上 每当布兰进入她体内 奥特就像一只 没了斗志的狗一样 蜷缩起来 把自己藏在内心深处 某个连布兰也处不到的地方 没人会伤害你 布兰对被占据了身体的大孩子 静静地说 我只是想变得强壮一会儿 我会还给你的 一如既往 布兰进入 布兰进入奥特体内 最终 梨的姐弟很庆幸 她跟了上来 因为纠件虽然可以轻松地沿着绳子下去 但在梅拉用捕蛙毛抓了一只白色盲鱼 决定返回的时候 纠件的胳膊却开始打颤 没法爬上来 她只能将绳子系在身上 让奥特拽 奥特 她拽一下 就哼一声 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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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黑色断臂 手指还开开合合 在洞穴中钻来钻去 上面的肉 足以填饱她空空如也的肚子 之后她更是敲骨吸水 直到这时 胳膊才明白 自己死透了 做狼的时候 布兰和夏天 以及夏天的族群 一起享用野味 做鸟的时候 她跟随乌鸦们飞翔 在日落时盘旋于山间 观察敌人的动静 听凭冷冽的风 刮过羽毛 做奥特的时候 她探寻洞穴 她发现了满是海谷的石室 直通地底的树井 有一处 洞顶悬挂着巨大的蝙蝠骨架 她甚至走过横跨深渊的 细长石桥 在对面 找到了更多的永道和石室 一间石室 住满了鸽者 他们都像布林登一样 坐在鱼梁木根经王座上 鱼梁木根穿过他们的身体 树与人浑然一体 她觉得他们大都死了 但当她经过他们面前 他们却睁开了眼睛 跟随她手里火把的光芒 有个皱巴巴的嘴 一张一合 似乎要说什么 《沃度》 布兰对她说 然后感到真正的《沃度》 在黑暗深处躁动不安 布林登君王坐在巨大洞穴中的 树根王座上 半是尸体 半是树 与其说像人 不如说是用扭曲的木头 老旧的骨头和腐烂的羊毛 雕刻出来的恐怖塑像 她残破的脸上 唯一有生气的 是那只红眼睛 如同江西的火堆里的 最后一块霉 周围环绕着扭曲的根筋 枯黄头骨上 紧紧挂着一点点破碎的 皮革一般的苍白皮肤 她的样子 仍然会下着不蓝 于良木的根须 于她皱巴巴的身体里 钻进钻出 蘑菇点缀在她脸上 白色的细根 从她空着的那边眼眶 生了出来 男孩更喜欢熄灭火把 因为在黑暗中 她可以假装是三眼乌鸦 在窃窃私语 而非某句会说话的 可怕的僵尸 我迟早会和她一样 这想法让布兰惊恐万分 失去双腿已经够糟的了 难道她还注定要失去整个身体 余生都任由于良木在体内生长 将自己穿得千疮百孔吗 叶子告诉他们 布林登君王从树木中汲取生命 他不吃不喝 一直在睡 一直在梦 一直在看 我是要当骑士的 布兰想了起来 我热爱奔跑 攀爬和战斗 但那好像是一千年前的往事了 他现在算什么呢 他不过是残废男孩布兰 史塔克家的布兰登 一个覆灭亡国的王子 一座焦土城堡的君王 一片废墟的继承人 他曾以为 三眼无鸦 法力无边 乃是可以治好他双腿的 睿智老巫师 可他现在明白 那不过是 孩子 愚蠢的梦 我已经过了幻想的年纪了 他告诉自己 一千只眼睛 一百种形态 和古树树根一样深沉的智慧 和成为骑士一样好 差不多一样好 月亮像一个黑洞 高高的挂在天空 洞穴外 世事如常流转 洞穴外 太阳升起落下 月亮 盈缺交替 冷风 呼啸 怒吼 在山底 纠简厉的 越来越阴沉 孤僻 让他姐姐十分伤心 梅拉 常常和布兰 一起靠着 坐在小火堆旁 漫无边际的交谈 一边拍打着 睡在他们中间的夏天 这时他弟弟会到洞穴中 去独自游荡 天色好的时候 纠简甚至会爬到洞口 站上几小时 看着外面的森林 他裹着皮毛 还是冻得瑟瑟发抖 他想回家 梅拉告诉布兰 但他甚至不会试着反抗命运 他说绿色之梦 一定会成真 他很勇敢 人唯有恐惧 方能勇敢 很久很久以前 那个下雪的日子 他们发现冰原狼狼杂之前 父亲教导过他 而他一直记得 他很愚蠢 梅拉说 我曾经希望找到你的三眼乌鸦之后 现在我开始怀疑 为什么来这里了 都是为了我 布兰心想 因为他的绿色之梦 布兰说 他的绿色之梦 梅拉苦涩地重复着 噩噩 噩噩 附和着 梅拉 哭了起来 布兰憎恶自己的残废之身 别哭 他安慰着 他想搂住梅拉 紧紧地搂住她 就像自己在临东城受伤的时候 母亲抱着自己那样 梅拉就坐在那里 离她不过几尺 却是如此的遥不可及 像是相隔千里 要想触碰梅拉 布兰得双手撑地 拖着残废的腿爬行 而这里的地面粗糙坑洼 他不仅爬不快 还会磕破手臂 我可以进住 噩噩噩体内 布兰心想 让噩噩抱住她 轻轻地拍她的背 布兰觉得 这想法有些异样 却难以自拔 然而梅拉忽然逃离了火堆 奔进了黑暗的涌道 布兰听到 梅拉的脚步声 渐行渐远 最后只剩下了歌者们的歌声 心月当空 锐利轻薄如刀 时间如水 不舍昼夜的流逝 白昼缩短 黑夜变长 阳光再也照不到山下的洞穴 月光也与时听无缘 连群星都成了陌生人 那些东西 毕竟属于地上世界 地上世界遵照 自然铁律 日日夜夜轮转 到时候了 布林登君王宣布 他的声音里 某种东西 犹如冰冷的手指 划过布兰的后背 到做什么的时候了 进行下一步 超越异行者 了解 绿仙之的真谛 寿母会教导你 叶子说 在叶子的示意下 被梅拉起名雪发的白发歌者 走上前来 手里捧着一只鱼梁木碗 碗上雕刻着十二张面孔 好像心树上的脸 那碗里 装着粘稠刺鼻的白色膏体 夹着屡屡红丝 您得吃了这个 叶子说着 递给布兰一个木勺 男孩满腹狐疑地看着碗 这是什么 鱼梁木子糊 这东西的样子 让布兰恶心 他猜想那些暗红色的丝 是鱼梁木的枝叶 可是在火把的光芒照耀下 看起来特别像血 他把勺子插进壶里 犹豫不决 这东西会让我变成绿仙枝 使你的血脉 使你成为绿仙枝 布林登君王说 这东西不过帮你唤醒天赋 让你与树木结合 布兰不想与树木结合 但也没人会跟残废的他 结合呀 一千只眼睛 一百种形态 和古树树根一样 深沉的智慧 绿仙枝 他吃下去 尝起来有点苦 但没有像子胡苦 第一勺最难下咽 他差点吐回去 第二勺就好得多了 第三勺甚至有些甜 接下来简直是狼吞虎咽 他怎么会觉得这东西苦呢 明明尝起来像蜜 像心血 像胡椒肉桂 像母亲给他的最后一文 空晚滑下手指 掉在洞穴地上 我没觉得有什么变化 接下来会怎样 叶子碰碰他的手 树会叫到你 树木都记得 叶子举起一只手 其他歌者开始在洞穴内四处走动 把火把逐个洗蜜 黑暗 加深 涌向他们 请闭眼 三眼乌鸦说 改变形态 就像进入夏天那样 但这一次 你要试着融入根筋 跟随他们 钻入大地 进入山上的树木中 然后告诉我 你看到了什么 布兰闭上眼睛 离开身体 融入根筋 他想 进入鱼梁木 成为树 陡然间 他看到了黑暗笼罩的洞穴 听到了下方奔腾的河流 然后 他回家了 埃德斯塔克公爵 坐在神木林 幽深的黑水池旁 苔显爬盖的磐石上 新树苍白的根 犹如老人 坑坑洼洼的手臂 围绕在他周围 巨剑寒冰 斜躺于膝盖之上 他正在用油布 擦拭 渐热 临东城 布兰 轻语着 他父亲抬起头 谁 他边问 边转头 布兰被吓到了 赶紧抽身 于是 父亲 水池和神木林 淡去了 消失了 他又回到了洞中 回到了像母亲一样抱着他的 于良木根筋王座里 于良木的根苍白粗厚 他面前忽然有一只火把点燃了 告诉我们 你看到了什么 从远处看 叶子像个小女孩 跟布兰或者他姐妹年纪相仿 但近处看 叶子老多了 他说自己 曾游走人世间 两百年 布兰 口干舌燥 不由得吞下口水 临东城 我回到了临东城 我看到了我父亲 他没死 没死 我亲眼看到了他 他也回到了临东城 他还活着 不 叶子说 他死了 孩子 不要试图从死亡中 把他换回来 我亲眼看到他了 布兰感觉 脸颊碰上了粗糙的木头 他在擦拭寒冰 你看到了 想看到的事 你内心渴望着父亲和家园 于是你看到了 想去看 得先学会 如何看 布林登君王说 你刚才看到的 不过是昔日之影 不懒 你通过你家神木林心书上的眼睛 在看 树木的时间概念 和人类不同 太阳 泥土和水 这些是于梁木理解的东西 而非一年 十年 百年 对人类来说 时间像一条长河 我们随波逐流 从过去直到现在 单向前进 树木的生命则不同 它们在同一个地方扎根 生长 死去 时间的河流 无法让它们 移动 分毫 像树 就是像子 像子 就是像树 而于梁木 对于梁木来说 人类的沧海 桑田 不过短短一瞬 通过这扇门 你我均可 窥见过往 可是 布兰说 他听到我说话了 他听到的是 风中低音树叶莫索 不管怎么努力 你都没法对他说话 我清楚这个 我也有自己的心病 我爱着一位兄弟 恨着一位兄弟 渴望着一位女人 通过树 我还是能看到他们 但我的话 他们一个字也听不见 过去 已经过去 我们可以引以为见 却终究无法改变他 我还能看到父亲吗 等你能熟练地运用天赋 想看什么 想看什么 就看什么 树木 曾经看到的是 无论是昨天的 去年的 甚至千年以前的 你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看 人类被束缚在永恒的当前 既看不穿记忆的迷雾 又游不过前方的阴影之海 有些飞蛾虽然招生息死 但对他们而言 那短短的一瞬间 相当于我们的数年 亦或数十年 橡树能活三百年 红木能活三千年 而于梁木若不受干扰 能永世长存 对他们来说 四季轮转 不过弹指已挥尖 过去即是现在 现在即是未来 假以时日 你的视线不会 只局限于神木林中 鸽者在心树上 刻下眼睛来唤醒他们 那是绿仙枝 最先学会利用的眼睛 但迟早 你无需树木 亦可看得真切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布兰急切地问 一年 三年 或者十年 我无法预见 但我保证 迟早有这么一天 现在我累了 树木在召唤我 树木在召唤我 我们明天继续吧 奥都抱布兰回房 低声嘟弄着 奥布 跟着举着火把走在前面的叶子 布兰希望 梅拉和九剑也在 好给他们讲一讲自己的剑文 但岩石中的舒适凹势 却空荡荡 冷清清的 奥都把布兰放在床上 盖上毛皮 然后为大家生活 一千只眼睛 一百种形态 和古树树根一样深沉的智慧 布兰看着火焰 决定一直等梅拉回来再睡 她知道究竟会不满意的 但梅拉一定很高兴听她说话 她不记得自己何时闭上了眼睛 她莫名其妙地又回到了临东城 在神木林中俯视父亲 这一次 埃德公爵看起来要年轻许多 头发还是棕色的 没有灰丝夹杂其间 她低着头 让他们像亲兄弟一样的互敬互爱 她祈祷 愿我夫人能真心原谅 父亲 布兰的声音化作风中低雨 树叶轻盈 父亲 是我呀 是布兰 布兰灯 埃德斯塔克抬起头 久久地注视着于良木 她眉头紧皱 但并未说话 她看不到我 布兰绝望地意识到 她想伸手触碰父亲 却发现能做的只有旁观和倾听 我在树里 新树里 通过她的红眼睛 看世界 于良木不能说话 所以我也不能 埃德斯塔克继续祈祷 布兰觉得泪水溢满了眼眶 但那是她的泪水 还是余良木的呢 如果我哭了 新树会不会流泪呢 父亲剩下的祈祷词 被突如其来的木头敲打声 淹没了 埃德斯塔克像朝阳下的沉雾一般 消融了 换成了两个孩子 在神木林里雀跃 挥舞着破树枝 互相攻打 女孩年长 个子也更高 埃里亚 布兰热切地想 一边看着埃里亚 跳到岩石上 朝男孩劈砍 不对 如果那女孩是埃里亚 男孩就该是布兰自己 可布兰没有留过 那么长的头发 而且埃里亚比剑 没赢过我 而这个女孩 却把对手一顿好揍 埃里亚击中了那男孩的大腿 下手之重 打得那男孩下盘不稳 跌进了水池 不停地扑腾尖叫 小声点笨蛋 女孩扔掉手里的树枝 不过是水 你想让老奶妈听见 然后告诉父亲吗 那女孩跪了下来 把弟弟从池子里拉了出来 但男孩出来之前 两人都消失了 影像越闪越快 让布兰迷惑 眩晕 他再也没有看到父亲 也没有看到像埃里亚的女孩 却看到一个怀了孕的罗女 湿淋淋的从黑水池中出来 跪在树前 祈祷救神给她一个可以替她复仇的孩子 随后出现了一个像长毛一样瘦的棕发女孩 踮起脚尖 吻上一名和火的样高的骑士的双唇 一个有着深色眼睛 肤色苍白 气势汹汹的年轻人 折下三根鱼粮木枝 削成箭矢 树木在缩小 随着影像变换 逐渐缩小 有些小树甚至缩成了树苗 最后消失 然后被其他的树取代 然后那些树也变小 接着再消失 现在出现在布兰面前的领主 更为高大 威猛 全是身披毛皮和锁甲的硬汉 其中有些人的脸 曾被鸣刻在木架中的石像上 但没等布兰认出来 他们就全部消失了 布兰看到一个大胡子 强迫一名俘虏 跪在新树前 一位白发女人 穿过暗红色的树叶走来 手里握着一柄青铜镰刀 不 布兰说 不 不要 但和他父亲一样 他们也听不到布兰的话 那女人抓住俘虏的头发 用镰刀挂住俘虏的脖子 狠狠一划 穿越千年的迷雾 残废男孩 只看到那男人的双脚 在泥土中踢打 同时 他的生命 随着倾泻的红潮 流失殆尽 布兰登史塔克品尝到了鲜血的味道